你有聽到張榮慧說 從幾日起我們張家不會幫郭台銘連署嗎 沒有嘛 下架的人只要問說 不可以的 看這次我們連署有參加嗎 他很簡單 頂各位就跟你們說過了 現在又在問什麼 白白 他說可是那個長官長張立山縣長說 我們不支持郭台銘 你是聽我的還是聽他的 你搞清楚白白 周典論也是一樣嘛 周典論他不是說我不會去處理連署 但是呢 平行連署要連署我也沒辦法 所以那我問你嘛 在那裡擺攤的人 在那裡擺攤的人 地方都知道擺攤的人是誰 只要一句話出現就好 就說 你看國民黨都沒出來擺 國民黨也沒辦法黨紀處分 可是那個阿鳳阿鳳的阿米亞的人 阿鳳阿一阿米亞很久了 他沒動的 那個還要處理 他沒動 你是要處理什麼 國民黨沒責 那是阿米亞的人 這樣沒辦法處理 譬如說台中 台中要連署 台中要連署 在殺戮火車站擺一個打 兩三個都在扁扁扁扁說 你看人家長那個原金標 原款兩家 全都沒出用 那個那個對票子對多久了 那個票子 他們把票子弄到票子 不要一結拜 你把票子 你看到那個 你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人家就這樣說就好了 有需要 本人 本人 還是他們兒子 他們做兒子 他的助理 他的議員出來用 本人不會出現 都不用 所以這些人 當然就會推到後面去 可是這些人的影響力是這樣 朱立倫最聰明了 朱立倫知道地方派系 不能給他電視 因為這些人會反彈 所以他在郭台銘要宣布的前一天 帶著這個侯友去找張榮慧 對張榮慧來說很簡單 要來我們家吃飯 隨時也可以來吃 多一條椅子 一副網筷而已 你就來吃嘛 檯面上一定都講客氣話 說要啦 我要幫你倒三天 幫你倒幾次 對 問題是 這一些勢力 背後大家在盤算 就跟我說的就是說 還是希望郭台銘有那個機會 也許能夠整合成功 但是這個背後是什麼 背後就是侯友宜選不住 如果侯友宜選不住 就不會有這些地方派系說 不然給郭台銘一個機會 讓他先去連署 連署看看 到不然辦法整合嗎 就是這個原因是因為 他們認為侯友宜選不住 所以才會有後面這些動作 整合大戲到底會如何的演變 那那決定荒腔走板 到底怎麼回事呢 怎麼會出現呢 可能到最後且戰且走 那再來侯郭兩個人 到底談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看起來也沒什麼好結果 那靖遠怎麼看你們藍軍 現在對於這樣的一種大戲 繼續演下去 對於你們局勢 會是有幫助的嗎 先講郭台銘 郭台銘現在狗言殘喘 他想要這個拖時間拉長戰線 然後想要再上這個賭桌 所以他才要宣布要這個參與連署 黃師兄這種發言人還不錯 對不對 直接講了大白話 他說什麼且戰且醜嘛 爭取獨立參選的資格 才有整合的能力 我幫他翻譯啊 意思就是說我要先這個上桌 上桌才有辦法談判嘛 郭台銘現在在做的就是這件事情啊 郭台銘這個人的信用 完全不可信 好不好 從這一次他要爭取代表 國民黨參選總統開始 多少的這些犯話 哪一個系統出去了 5月17日早上 他自己才發文 對不對 而且在前面呢 他已經說了多次啊 就算提名侯爾儀 他也會全力支持 想了兩天 發現不對勁 開始這邊對外犯話 講說這個會面的過程 講說國民黨耍他 請問一下這個是黨常常講的 還是郭台銘講 擺明就是郭台銘講的嘛 那郭台銘這個人的信用可信嗎 那前提就是 這個人的說話不算話 已經是所有人都知道了 你還想要談什麼合作 大家敢跟他談合作嗎 都下來談 現在講好了 就算媒體在錄 媒體在拍 有這個畫面為證 明天想一想 不對勁你們騙我 所以郭台銘 就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人 沒有辦法值得相信 所以你們國民黨現在對 郭台銘站下去就對了 我覺得 侯友宇跟他的兼臂親眼 我覺得我們現在 應該是要兼臂親眼 沒錯 而且不只是我們應該要兼臂親眼 黨中央更應該要兼臂親眼 對 前陣子郭台銘事實就已經證明了 你尊郭 你爛郭 你只是讓他更軟土深居而已 但是現在就是說民調的部分 侯伴怎麼反而是對民意機構開刀啊 怎麼會對台灣民意機構開砲啊 你們黃指責說 哇你這民調引導之嫌啊 不具公信力啊 現在時間不多 現在已經這個八月底了 我覺得在九月中 最晚九月底以前你的民調要拉升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大家面臨要討論的就是說 郭台銘如果連署下去 他的底氣夠不夠 他可以弄出幾份 是剛好三十萬份 三十五萬份 還是他可以搞到百萬份 對不對 那最後過程又是多少 你要談整合 你不可能等到登記前才真的談 大概可能十月中就要談定了 所以如果我們要去談整合 先不討論郭台銘 我們要跟柯文哲整合 可是你現在有自銷矛盾 因為你說又要談整合 可是現在跟郭台銘又要戰啦 我們跟柯文哲如果要談整合的話 也要去比誰的民調夠 那郭台銘講真的 為什麼我說不用去跟他講 你跟他談整合 談了他明天說不定 想一想又不對勁 他如果最後還是跑去登記 連聖文都直接講了 連聖文直接講了 他直接去跟郭台銘會面的時候 郭台銘直接態度就才很硬 就是要你國民黨換猴嘛 郭台銘現在只有三個策略 上策是什麼 國民黨換猴 可是換猴這件事情 早在七二三全單位之後 就完全不用討論了 中策是什麼 中策是柯文哲把門票讓給他 被他併購成功 這個他現在最希望的 下策才是自己獨立參選 可是問題是他就是確定老四啊 大家一起死啊 就選不贏 所以他現在擺明擺著這一局就是說 我們大家來喝咖啡 為什麼 喝成功他的團結跟整合是什麼 團結在我之下 整合在我之下 但是如果你們不願意來咧 他可以藉此轉移交點 不是我不願意談整合喔 是侯友宜不來喔 柯文哲不來喔 你們國民黨不來 民眾黨不來 我可以轉移這個再也不整合的罪名 一舉兩得嘛 所以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是把希望放在柯文哲嘛 但問題是藍白之間 就有合作的空間嗎 那問題是也還是在於 侯友宜自己本身 夠不夠強嗎 來清皇 如果看到這個最新民調 這顯然侯友宜 還是沒有什麼起色啊 然後侯伴又把這個 矛頭對準這個 所謂的民意機構啦 這樣對侯友宜會有幫助嗎 他把矛頭 不是只有對準民意機構而已 他現在把矛頭更對向 財經媒體 不但矛上財經媒體 他矛上的是商業週刊 而且昨天在網路上 搶搶棍啊 按讚數超過一萬七千個讚 所以表示昨天很多人都看到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呢 因為商業週刊這一期呢 他剛好有個題目 在探討經濟發展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檢視了各個候選人的產業政策喔 他檢視產業政策的時候 他談到賴清德 他怎麼說的 他談到賴清德的時候 他說台灣沒有兩難 台積電也不會面臨兩難 台積電會留在台灣 繼續茁壯繁榮發展